穿著紅色上衣的婦人表情痛苦 走上救護車 只見她的衣服正面背面大片血跡 脖子還有長長傷痕 救護人員要她躺下 但婦人身上十多處刀傷 每動一下都痛徹心扉 而行蹤的禁止婦人的丈夫 那原因是因為這個先生 怀疑她的老婆 竟然在外面有拍A片的情形 那兩個人在喝酒完之後 先生就是因為一時的氣憤 就拿剪刀來去刺傷她的太太 原警走進民宅裡頭 只見現場一片凌亂 血跡斑斑 警方調查受傷的婦人與丈夫 兩個人住在台南南西區 丈夫因為不滿太太 最近闖到高雄幫朋友務農 懷疑太太有外遇 兩個人就後發生口角 丈夫竟持剪刀 往太太的臉部 胸部 腋下 以及背部猛刺十多刀之後逃逸 還好婦人剪輯送醫 沒有生命危險 行蹤的丈夫也被警方逮到 帶回禁局證訊 真的她也坦承 是因為他們平常 有時候會有口角的發聲 然後針對她太太在外面 有一些行為 她先生一直在懷疑她的太太 所以才會有一直氣氛的這種舉動 人情 她老婆才來拜佳而已 拜佳什麼 拜佳 她人家沒有家人求婚 對 結果長就發生了 丈夫懷疑太太外遇 拿剪刀狂刺妻子 一時久後失控 出疑大發 換到殺人未遂 罪名的代價 記得來關張陳照顧 SNG小組 探戀報導